大家好 我们是艾云公社主播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郭桐 我是艾云公社的婷婷 那我们今天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完美》 是我们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 虽然我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完美》 但是我们并不是非常的完美 我们希望能够努力地去完善自己 希望做到更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也在准备第三张专辑 然后现在也有一首好听的歌曲 就是该不该放单曲也在同步的发行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能够关注一下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 我们的净凡 刚给大家带来的那首 是我年初出的一张专辑叫做《放开吧》 希望大家能喜欢 那在年底会再出一张专辑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因为第二张专辑呢 我会尝试大部分的歌曲 都由自己作词作曲 尝试创作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谢谢 胡杨玲 大家好 我是胡杨玲 刚才为大家表演的是 我刚刚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传辑 《与幸福有关》里面 唯一的一首电子舞曲风格的歌曲 也是我首次尝试演唱这种风格的歌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全面 更加完整的胡杨玲 谢谢 现在做歌手很难 十八半五一的要学 对不对 那今天呢我们刚才对于我们的男生组 我们是准备了一段非常劲爆的舞蹈 那我们的女生组呢 我们同样也是有一段舞蹈 需要你们来学习一下 是的 那我们来看看VCR 那我们来看看有为我们的女生组 准备了什么样的一段非常流行的舞蹈呢 好 来 请一下 开一下 哇 这个是很火爆的少女时代啊 说出你的愿望 开门的游戏 说我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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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九个强腿妹妹 我不知道这个舞蹈是不是那个航空公司的代言人啊 跳成那样 很漂亮 今天要考他们的是这个甩腿舞吗 对 来 尤其我们的两位老师请到东京来 来 请到舞台中间来 首先问一下我们的老师呢 甩腿舞这个绝妙在哪里 来 嗯 就像踢腱子一样 对 想想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踢腱子 现在我们示范要分解动作 大家 后面看一下要学啊 到时候由我和马松来判断谁跳得最好 又是我们 又是你们 来 虽然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腿 但是也可以刷